今天的Umaso News 我们带你来掌握的是三星 三星现在即将要推出Galaxy S4 但是现在规格为止 大家各界都在猜 而最新的规格又曝光了 外传这次即将会具备 Sony Xperia Solar的一个智慧型手机 在过去曾经使用过的 悬浮触控技术 一也是就是说 使用者只要把手指稍微悬浮在萤幕上面 你就可以来浏览这个内容 而另外这次比较突破性的 也就是S4 萤幕将会采用一种 全新的AMOLED材质 叫做Green Folate 这个叫什么叫Green Folate 也就是绿色灵光有机发光二极体 它主要是用绿色跟黄色两种颜色 把AMOLED的萤幕显示效率 再度提升25% 也能够减少用电量 而另外这款智慧型 还搭载了360度的环境照相科技 不过现在这篇报道也坦承了 现在的确各方的说法真的是太多了 所以最后面三星S4 到底会采用哪一种规格呢 市场还是比较矚目 14号在纽约的那一场记者会 可能才可以来见真章